你們共同決策的重新發放敬老津貼 這是對的 那我先放一個影片 你看一下 這是今天上午 柯市長在雙城論壇他說的一些話 關於敬老津貼 我們在內部在討論重強敬老津貼的時候 我個人是反對債留子孫 但是我們包括黃副市長 還有我們秘書長也一樣 今天他們說 政治還是個妥協殘留 最後說 那這樣妥協這樣好了 收入僅支出剩下的錢 10%拿來花重強敬老金 但是最高是1500塊 就這樣 如果不到1500塊 反正10%了 看剩下多少 也不要說只看去年 因為去年有時候叫fluguation 就是變動太大 所以用兩年的平均 後來我跟他講說 好吧 如果收入減支出 還有剩下的錢 10%的去花重強敬老金 90%拿去還債 這個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我跟他講說 有的人要先講清楚 借款不能當作收入 你去看台灣我們很多那種算 算那個預算收支 哪有把借款當作收入的 所以我當時就要求大家講清楚 收入減支出 收入是不可以把 借款當作收入 沒有那一回事 如果收入減支出剩下的錢 10%的去花重強敬老金 90%拿去還債 這種政治的妥協我可以接受 這是黃珊珊當時 去想出這個方法來跟我argue 我說好吧 這個政治也是妥協纏入 90%的還債 10%拿去花重強敬老金 這我可以接受 好 我現在這個地方開始講 每個縣市政府 如果你的收入減支出是負債的 你還要花什麼重強敬老金 我要警告以後的台北市長 你不要去舉債來花重強敬老金 你有本事 收入減支出還有剩下的錢 你要拿10%去還 我沒意見 就這樣 你不要以後將來財政紀律敗壞 你不要想說 哇昆澤還這麼多錢 好爽 以後可以安心的開始負債 我也希望全台北市民繼續監督 好 我們 那個局長副局長 是 這又是柯文哲市 典型的出口轉內銷 應該直接 在我們議會 直接向全體市民來講的 即便他有什麼要提示 就是市府同仁的 就對內講一講就好 他偏偏就藉著雙城論壇 那樣子的狀況 那把我們台北市府內 他個人一些奇特的想法 嘿他硬要在那個地方發表 我不曉得他講給中共聽幹什麼啦 這是我們內部我們國家的事 當然他那個心態就算 我覺得更可怕的心態是什麼 你看 我們 問得引經句點 還講的一大堆他自己的怪邏輯 我簡單說 發放敬老津貼 那是代表我們台北市 代表我們整個社會 對長輩 對他們的一點尊敬跟感謝 一年才一次就一千五百塊錢 那麼多年來啦 要在重陽節一次現金發放 就這麼簡單有那麼複雜嗎 這又是柯文哲氏 典型的出口轉內銷 應該直接在我們議會 直接向全體市民來講的 即便他有什麼要提示 就是我們台北市府同仁的 就對內講一講就好 他偏偏就藉著雙城論壇 那樣子的狀況 那把我們台北市府內 他個人一些奇特的想法 他硬要在那個地方發表 我不曉得他講給中共聽幹什麼啦 這是我們內部我們國家的事 當然他那個心態就算 那我覺得更可怕的心態是什麼 你看 柯文哲引經句點 還講的一大堆他自己的怪邏輯 我簡單說吼 發放敬老津貼 那是代表我們台北市 代表我們整個社會 對長輩 對他們的一點尊敬跟感謝 一年才一次就一千五百塊錢 那麼多年來啦 就在重陽節一次現金發放 就這麼簡單有那麼複雜嗎 過去 天地市民 我們市府都覺得 欸 這很好很對 相安無事 老一輩長者也覺得很愉快 他拿了這一年一次的一千五百塊 找老朋友泡茶聊天 唱卡拉OK 或者帶孫子去麥當勞 那是他的權利嘛 他覺得 他很欣慰 很光榮 就是這麼簡單嘛 把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把一件本來是社會 愛長輩的關懷 尊敬 感謝 搞得這樣子 還 剛才還講得文粥粥的 齁 還講一堆道理 引經句點的結論 我現在問你們啊 很簡單 你們給我的答覆 他說啊 他說政治是妥協的 意思就是說 他這七年多來 停發的敬老津貼 現在是妥協下 不得不重新發放 是這個意思嗎 你們跟他一起開會 他下的命令是這個意思嗎 他講是這麼講啊 他說這個是妥協的 有什麼好妥協嗎 陳局長你看法呢 跟你們妥協的什麼 你說這個案子主要是社會局在研議的 是 對啦 那好 好 我先請 好 待會我就是要問你 你財政局你給我的數字 不然你先說嘛 你們他當初是找你們的財政局 他第二句他就說啦 他就說所以啊 因為這個妥協的結果 所以他說要根據我們歷年來財政收支的餘處 那我直接問你啊 餘處我現在直接問你啊 你 104年 是 你給我的資料 我問你這對或不對 我七年前就問過 六年前也這麼問 每年都問你們的餘處 你104年301億 歲入歲出餘處對不對 你105年241億 對不對 一座我這邊的數據 應該是主機處給您 我這邊如果105年 我知道決算審定好像是410億左右 那個是累計餘處啦 累計啦 我現在問你 喔 好嘛 好 那更多啊 當年度的話 你講的是累計 是 我現在講單年 當年你104年301億 105年241億 106億 133億對不對 是 我很清楚嘛 因為當年104年我就問 我就問過嘛 我就說當年之所以那麼高 是因為 我們要房地合一啦 所以民間就快速 趕快 那個交易 過戶 所以那一年 那一部分的稅金提高 還有我們的房屋稅 地價稅也適時的提高 所以有這麼高的餘處嘛 是 沒錯嘛 這個數字沒錯對不對 那這麼大的餘處 301億當年 那一年 如果發放敬老金 給只要7億 你身上有301塊 你有差7塊錢銅板嗎 預儲喔 這還沒講我們當年 總預算是1700億的支出 你要支出1700塊 你會在乎 身上7塊錢的零用金嗎 想說天那麼大 然後說要有餘處 第二點我問你 那這個餘處 301億也好 241億也好 130億也好 歷年來的 我請問這有沒有把 借款加入 市區借款來的才有這麼多餘處嗎 跟一桌報告 這主要是稅入有一些收的比較超收 或者是有稅出有節省 我們並沒有去取債 所以沒有把 借款介入算入嘛對不對 所以柯市長剛才在講什麼 你們 當初給他稿子 你為什麼不糾正他這個 什麼樣 稅入 減稅出 有餘出 再提包10% 像這些老大人自己噴的啦 啊你噴15塊喔 可以這樣糟蹋長者嗎 可以這樣糟蹋我們的長輩嗎 要自己這樣唱5塊怎麼 就有好人 這麼可惡的事 講到理論一大堆 隨便你們大比一輝 隨便讓對調的 盒子漆 生活 呰 漫人 如果 跟 薇器 應該 不是